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输入完畢以後,你都還可以進行修改 那如果你今天決定要將這文字變成色塊的話 你可以選擇物件 展開 點下去後按確定 你會發現外面已經出現了節點 那變成色塊的物件呢 就方便你進行設計 或者是使用漸層的效果 在這裡我先選擇工具列 你可以選擇鋼筆工具 或者是使用線段工具都可以 那我這裡先示範的是鋼筆工具 我畫出一個曲線來 那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你們畫出來這條線呢 要超過這個黑色的物件 接下來使用黑色的箭頭 選取兩個物件 你們開啟路徑管理員 那如果你沒有這選項的話呢 請到視窗 選擇路徑管理員 就會出現這個小視窗 那接下來請點選 路徑管理員的下面第一個 分割 按下去以後呢 你會看到原本的紅色 那條線已經不見了 因為它已經分割了黑色物件 按下滑鼠右鍵 選擇解散群組 然後點選旁邊空白處 接下來我點選上面的黑色色塊 這時候你們就會看到 上面跟下面的色塊已經完全分開來囉 在填色的部分呢 我先隨便填個顏色 這樣子可以將物件變成兩種顏色 讓你們在設計上也會比較活潑 如果你想要讓這個黑色物件 看起來有點陰影效果的話呢 這時候我一樣點選這個灰色色塊 工具列你選擇漸層 選擇漸層工具 那如果你今天覺得黑白有點單調的話 你想使用有顏色的效果的話 我在這裡複製 我先簡單填入顏色 在上面漸層的部分 在這個圖形點兩下 它會跳出這個拉桿來 你可以調整顏色 我要填入色彩的話 在旁邊這個選項 點選CNYK 就可以更改它的顏色 那原本漸層白色的部分一樣也是 點兩下 點選下拉 更改顏色 這樣子就可以讓文字更有變化 接下來進行複習的部分 選擇文字工具 輸入文字 接下來你可以先微調文字大小 調整完畢以後呢 點選物件 按下展開 物件跟填色確定打勾以後 按下確定 那我先簡單示範線段工具 我畫出一條斜線 我先將筆畫填入顏色 那下面的部分呢 我使用鋼筆工具 我簡單的勾勒一個線條 那記得你的線條要超出你黑色的物件 接下來選擇黑色箭頭 選取所有物件 路徑管理員 選擇分割 按下右鍵 選擇解散群組 接下來使用黑色箭頭 點選你需要部分 我選擇漸層 選擇漸層工具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子它有一致性 有點單調的話呢 你可以單獨選一個你要的物件 再重新進行漸層的部分 設計黑白 或是有顏色的 感覺都很不一樣 也希望你們看完影片以後呢 能實際操作練習看看喔 有問題歡迎留言給我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 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請訂閱 請我幫你 看見 聽說 對 你 不要 你 看看